诗篇101篇 很明显这个诗篇是属于君王诗篇 那本诗篇当中 这个王的郑重的启示 要秉公执法 是献给神在以色列掌权的这种 是神在以色列掌权的一种理想 就是实现神在以色列当中掌权 因为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 透过摩西在生命纪已经提到王权的问题 给他们规范 包括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也说君王亚伯拉罕之约 以及透过摩西 最后透过撒末高立了王 然后废弃了扫罗建立了大卫 那么他们在建立大卫做王的时候 生命纪里面17章14节到20节里面 神教导借着祭祀教导他们 借着摩西教导祭祀 要为以色列的王抄一份律法书 然后好让王在那里常常诵读 知道王如何正确地生活 那么我们后来知道 这个王权最终在大卫家 这个君王得以兼立 神甚至与他立约 要兼立他的王权直到永远 那这个王权最终在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身上都会实现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首先 虽然他是大卫的事 在救赎时 在启示的进展当中 上帝曾经在历史当中 借着大卫在地上掌权的 这个一个范例 大卫掌权实际上是基督掌权 神的国 神的王权的一种预表 或者是雏形象征 所以在那里面大卫 我们就可以想到基督的预表 那这里面大卫他这样的告白 表明他愿意顺从神的旨意 所以大卫作为神在地上设立的王 他王权的合法性和职责 就是要替神掌权 那么他替神掌权 不是要代替神做主 而是要顺从神的旨意 来履行他代理权的这个合法性 当他顺从神的旨意去治理的时候 这就是神的治理在地上得以实现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大卫家的君王的任命 就是被任命执行他统治的旨意 神是他的主 是他的领主 那这一个誓言呢 令我们想起古代近东的那种契约的形式 最终这种理想的王的统治 就是耶稣基督的统治 他必按公义和诚实 顺从父的旨意来实行统治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诗篇 这一篇的结构是这样的 一节到三节呢 简单规划一下吧 一节到三节 一节到二节 是指君王效忠神的国度 作为王 神的代理 他表达对神效忠的这种 神的统治 也就是神的国 神的王权的统治 也就是神的国效忠 然后八节呢 就谈到了这个君王承诺 要实行公平 然后这个三节 到五节 以及七节 就是表达王赠物 那种邪恶 罪恶 然后中间呢 就是表达神 对百姓的爱 六节 我们具体来看 首先看一节到二节 这里面说到了君王 我要歌颂慈爱和公平 耶和华 我要向你歌颂 然后二节就说 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 凡 我要再 我要再 我要再完全 我要存完全的心 在行在家中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君王表达 他对神的这种忠心 那么他履行这种忠 这种忠 这种意愿的动力来自哪里呢 就是来自神的慈爱 与公平的作为 我要歌唱你的慈爱 歌唱你的公平 因为诗人 大卫已经体会到神的慈爱和公平 上帝如何击打他的敌人 高举他 建立他的国位 上帝如何持守他的信实 持守他恩约的慈爱 兼顾他的作为 就把他脱离敌人 等等 他体会到了 所以他表达对神的这种 歌颂 我要向你歌唱 歌颂你的王权 歌颂你的慈爱与公平 歌颂你的统治 然后他也表达对神的忠心 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 要从完全的心 行在我家中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他在这里面 他要表达在神的面前 这种心愿 这种神的慈爱和公义 公平激发了世人 要在神的面前行完全的道 要努力地去遵行神的话 按着神的话去行 那在这里面 他用了两个修饰 用智慧 要留心 在这里面用智慧 意思可以翻译为 要留心 我要用智慧遵心 行完全的道 意思翻译成 要留心 遵行神的道 更为贴切 也就是说 世人觉知 要留意 使自己在凡事上 遵行神的道 甚至在个人的家中 那么神借着他的乐 为他的圣明实行的 这个作为 使人发出感恩 人被这个神的恩典 所感动 激发人 所以人在神的面前 就歌颂神 要称颂他 同时 不管是用嘴去称颂 实际上 更贴切的感恩 就是借着自己 尾声 交托给神 顺从神的话 这是对神最好的感恩 如果我们的赞美 歌颂和我们对神的尾声 和顺从分离的话 那我们的口头的赞美 就是变成了一种尾声 所以真正体会神的恩典 真正被神的恩典 征服 感动的人 最终反映的就是 愿意甘心乐意 侍奉神 顺服神 所以不管在众人面前 还是在自己的家中 都愿意留意遵守主的话 那在这里面 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 一般是表达在 哀痛受逼迫的时候 求神伸冤的时候 然后发誓 主啊你来搭救我是吧 但这个地方呢 没有提及诗人的这个处境 但是可以肯定一点 就是诗人 他信靠神 他信靠神 他投奔神 然后誓言忠于亚未 而忠于 而不是忠于这个世道的 这个世界的道路 就像保罗在 罗马书 这个十二章 一节到三节里面 所提到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因为这种公义的 是圣洁的 神所喜悦的 事奉 就是将自己的身体现场 将自己身体 不是献给 不是将自己的时间 生命 青春献给这个世界 为了赚得世界 而完成你 为了赚得世界 在这个世上的使命 上帝没给我们 这个使命 亚当堕落那一瞬间 他要赚得 在神之外 他所要认为的 那个价值的时候 那是堕落 他开始在神之外 有自己的追求了 那这是称为堕落 那亚当的所有的后裔 都犯了这个同样的错误 就是追随这个世界 以被造物 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 和满足 人不但离弃了 这个活水前 反而为自己造了一个 破漏不能成水的池子 追求满足 却越追求 反而越饥渴 因为他离弃了 真正满足他的生命本身 所以这里面表达忠心 宣誓忠于亚为 而不是忠于这个世界 所以你发现在这个地上 敬畏神的王 那这里面是谈到王 他也是所有敬畏神的 百姓当中的一个 敬畏神的王 他觉知 不走寻常路 不效法这个世界 而是要追随主的道 这就是所有敬虔的人 所有信仰的人 应该有的心智 活在这个世界 却不属这个世界 虽然在这个世界 也认真努力地生活 但是他们心里面 所追求的 所效法的 永远 所侍奉的 永远不是这个世界 所以侍奉亚为 他们是亚为的仆人 他们所效忠的对象是亚为 这就是他们的荣耀 尊贵和生命 那三节到五节里面 就谈到说到 王如何证恶恨恶 罪恶 诗人誓言 要不与任何 邪屁的事 悖逆的人 弯曲的心思 恶事 有任何的瓜葛 我不摆在 我甚恨物 我不容 沾在 然后我必远离 我不认识 他与这些前面 所描述的 邪屁的事 悖逆的人 弯曲的心思 邪恶的事 我跟他们 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把他摆在我面前 我甚恨物这些事情 我不容沾染 我必远离 甚至那些邪恶的人 作恶的人 看似聪明 但是充满了邪恶的 鬼诈人 我不认识他们 这种表达就是 我不与他们有份 我与他们不沾染 我不走这样的道路 诗篇第一篇里面 所说的 那些真正智慧的人 真正如同溪水旁 栽在溪水旁的那些人 最终结出果子 叶子不枯干的那样的人 都是不从恶人的道路 不在罪人的 不做泄满人的作为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诗人也表达了这种主旨 其实这就是上帝的呼召 上帝最明显的一个呼召 代表性典型的例子 就是出埃及 上帝用大能 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 这成为旧约当中 非常宏大的一个救赎事件 那这个救赎之后 出来以后 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 空间上分离了之后 在西乃山下 上帝与他们立约 赐给他们律法 教导他们 礼拜神的法则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其实就是让他们 自己分别为圣 这个分别为圣 不只从会幕的建造本身 会幕由尾子 这个尾子隔开 与一般的百姓隔开 百姓所扎的银 又与其他的 这个一般的 非以色列百姓又分开 所以神与他们同在 他们被分别出来 属于神的百姓 因此他们被称为 选民圣洁的姊妹 他们在空间上 在习俗上 在观念上 在生活方式上 价值观人生目标追求上 礼拜的形式上等等 都与众人窘别 分别出来 所以以色列百姓 就成为那个时代 在周边的民族当中 特别分别出来的一些人 这就是新约教会的雏形 所以神的百姓 在这个世上 活在列邦当中 但是却过着分别出来 不同的生活 他们终于忠心的去追随 云柱火柱约柜 所引导的路 云柱升起的时候 他们要收拾赶紧起营 云柱降下来 他们要扎营 完全追随上帝的引导 获得上帝的供应 在旷业四十年之久 他们得以存活 乃是靠着上帝口中不断 所说出的话 这是耶稣给他们解释了 给他们马拿的目的 不是天天喂饱他们的肚子而已 让他们要明白 人活着不是单靠熟 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话 就是不断追随上帝 这就是他们的生命 所以耶稣来了 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 跟他们讲 有的人就用这种 熟肉体的观念去想 难道要让我们喝他的血 吃他的肉吗 耶稣说 吃即便是吃了我的肉 喝了我的血也没有益处的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即便吃了我的肉体也没有用 让人活着的灵 我们乃要以信心 追随耶稣基督的教导 这叫做吃他喝他 接受耶稣基督 听他的话 这叫做听他的话的时候 其实就顺从基督 这个才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得到生命 不是靠着洗礼 我们得到生命 也不是靠着圣礼 圣礼只不过是我们领受 属灵实质的一个记号 印证而已 如果没有实际的去追随基督 接受基督 顺从基督 听基督的话 所有的那些胜利的记号 对我们是毫无益处的 那只是对真百姓的一种 坚固提醒 故念我们的软弱 不断地提醒和坚固我们 我们已经领受了基督血 我们已经领受了基督身体 而领受基督的禀和身体 关键在乎信心和圣灵 我们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信心 与基督联合 基督的好处才成为我好处 而这个联合具体 我们如何知道 我们拥有这个与基督联合的信心呢 这个信心一定在信靠 顺从上帝的这个 听从祂的话的事情上反映出来 你说我拥有信心 我已经信基督了 我与基督联合了 那具体体现在哪 没有顺从的生活 是不可能反映出 你的信心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都联系起来 真正敬畏神的百姓 一定会体现在生活当中 分别为圣的 这个王呢 他表达 我与那些恶人 恶行恶事没关 我憎恶他们 我不愿意与他们有份 我与他们远离 所以他立志在神的面前 做完全的人 不仅回避那些恶 而且他还要在他统治的国中 严厉的去惩治罪恶 后面说到这个 我早晨要灭绝国中的恶人 他不只要远离那些 他还要使他的国 也尽可能的成为公义的 圣洁的国 所以他要除去那些邪恶 不仅是要证悟那些邪恶 在国中要除去那些邪恶 在此呢 这位以神为本的王 君王 他要维护的不是律法外在 不仅仅是外在的界限 而且还包括律法内在的界限 什么意思 不只是遵守维护 律法外在的一些要求 以色列百姓外表遵守律法 首级 线上祭物 但是他们线上的是残疾的 当然这个已经违背 律法外在的要求 重要的是 律法也约束人的内心 让人心存敬畏 信心去顺从神的命令去献祭 结果这些人有外表的仪式 外在还在守礼仪 信仰的形式 但是内在已经远离了神 他们看重财物 比神更宝贵 所以他们不舍得献上最好的 把那些残疾的 没有用的 自己都不献吧 又不像回事 献吧 好的又不舍得 然后就把那些刺的献上 所以上帝责备他们 不仅如此 他关心在暗中所发生的事 暗中所发生的事 他不止留意行在众人面前 甚至他在家中 个人的生活当中 并且那些眼目高傲 心骄傲的 心里骄纵的 那些百姓的属灵光景 他也看到 他留意那些百姓 包括他们暗中所行的 为什么 这里面说了那些 悖逆的人所做的吗 暗中忏悔 灵舍 我必将他们灭绝 王的责任 除了教导管理国家 让这个国家真正顺从神以外 还要除去那些国中的恶人 不敬畏神的人 那些暗中毁谤灵舍的 也目高傲 心里骄纵的 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就联想到了基督最终 将那些恶人 从他的国中除去的 那个幕后的审判 现在是恩典时代 悦纳的时候 我已经在宣扬 撒网 还没有把义人和 敬钱人和恶人分开的时候 拜子麦子一起长 但是有了一天 这位天国的君王基督来的时候 他要把山羊名羊分开 把敬畏神的 不敬畏神的 侍奉神的 不侍奉神的 起书录里面最后 二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说那些洁净衣服的忧服了 又得权柄得生命术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城外有那些犬类 行邪术的 行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被一切喜好说谎言 编造虚谎的人 最终有一天 基督将这些 这些人说虚谎 这样心坚淫 贪婪 拜偶像 这样做 正是证明他们对神的亲命 抵挡神 对福音的拒绝 即便他们可能在有行教会里 过信仰生活 他们实际上还这么生活的话 就表明他们不信 因此他们跟基督救恩 实际上没份的 他们那种道德生活 就证明他们不认识神 不敬畏神 没有上帝在他里面的恩典 所以基督将来 有一天将这些人 无论是教会外面的 不敬畏神的人 还是在教会内部 那些伪善者 一定要分开 分开 让他们在上帝永远的 愤怒的火中受刑 所以他们与神的城无份 他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城 享受那个 代表着神生命的生命术 没有权利就禁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大卫 在他的国中 要断绝一切的恶 要消灭他的恶 我们想到基督最终的 这个作为 所以在这里面体现出 这种公义的王 因为他体恤上帝的心意 正直的去执行统治的时候 一定会 憎恶 罪恶 看见那些行恶不敬畏神的人 他就憎恶 不仅如此 王关注他的国是否正直 这使他对那暗中 毁谤他人的人 提出合理的抗议 因虚假的见证 会毁坏人的名誉 甚至带来错误的判断 律法中也严格的要求 以色列百姓 严惩那些作假见证的 实际里面就提到了 那个不可谎言 作假真正 无告人 这个不管是指在 审判的时候作假见证 当庭的时候 作假见证 私下去传不实的话 以至于让别人 对他人造成一种错误的意向 对别人的名誉造成毁坏 这也是属于这个 说虚假的话 或者是故意制造 让别人误会某个人 那这个种事情太普遍了 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上帝非常痛恨这种罪 甚至把他作为最邪恶的罪 我们学十诫的时候 奸淫杀人 作假奸证 这是每一个代表罪最邪恶 性质最邪恶的罪 拿出来作为代表 作为那一类 那一群罪的一个代表 那可见作假见证 说谎 毁谤别人 是何等的邪恶 在以色列当中 上帝明明借着律法禁止 甚至严惩这样的罪 当讲到这里的时候 民中有这种骄傲的人 贪婪的人 去毁谤别人 其实毁谤别人 往往也是骄傲和贪婪的人 他们里面如果心清洁 知足 没有私欲 不骄傲的话 他们也不会浪费那些精力和口舌 在背后去刻意地去抹黑别人 对不对 那些敬畏神的人 忠于神的人 他们根本没有心思去操别人的心 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他们就喜欢在民中搬弄是非 因为他们心中有骄傲 然后因为他们心中有贪婪 所以他们就有这种反应 容易去传一些不实的话 去制造纷争 去毁谤别人 那么今天 我们不谈在社会上 在公司里面 世人做任何事情都不必惊讶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做任何恶 我们都不必稀奇和惊讶 问题是 在神的选民当中 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已经领受恩约的以色列百姓 已经成为神选民的百姓 已经领受神圣洁话语的教导 已经赎辈 作为成人 都要赎辈摩西五经 当然晓得不可作假 见证这样的贱民 知道神痛恨这种恶的 以色列百姓 所谓的信仰群体选民 但是仍然做这种事情 可见他们对神的蔑视 不敬畏 他们的欲望太大 以至于压制了他们对神的那种敬畏 一种方法是他们压根就没有神 所以他们想做啥就做啥 随着自己的私欲 另一种的是 他们可能知道神的话 因此里面心中有惧怕 但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太多 太强 以至没有办法那种敬畏 惧怕的心 压制 约束他们的欲望 所以他们禁止不住 就背后还是随着自己这种败坏的情欲 去毁谤别人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 我们在基督教教会历史当中 也是一定要留意 无论是在旧约里面 旷野当中 有一些人起来诋毁摩西的时候 可拉一档 去诋毁摩西 结果造成百姓们盲从 你发现百姓永远都是愚昧的 别以为那个百姓好像都聪明 那些独裁者之所以成就 正是因为有那样愚蠢的百姓 才成就的 会众也一样 会众很多的时候 主用羊群来形容 以色列百姓形容教会 羊是需要保护的对象 需要引导的对象 没有领袖的话 他们根本没有方向 别看教会里面有很多 好像很聪明绝顶的人 讲起什么事情 头头是道 好像很懂 其实很多的事情他们都不懂的 盲目的 遇到什么事情 他们没有分辨力 有人起来煽动的时候 有人起来毁谤的时候 加上我们人的本性 就喜欢听这些 这个小道消息 喜欢听别人 别人家张老三 李老四 什么 谁家媳妇跟谁搞外遇了 谁家孩子 怎么怎么地了 然后谁两口子吵架了 那个听起来 那个彻夜都睡不着觉 也不觉得疲乏 兴奋得很 这是人的本性 堕落之后 人的本性里面 有这种猎奇 然后喜欢听这种 别人的这个墙角的事情 所以当有人毁谤 背后去传这种 说某某人不好的时候 大家一般都很兴奋 大家也分不清对错 然后就容易落到这种网络 摩西那个时代里面 我发现这种事情 这种在会众当中传恶信 诋毁别人 造成纷争这种毒害 你看看上帝怎么处理的 最终那些可拉一挡的人 全部被吞到 活活被吞到 说是地震裂开 掉到地里面 活活被吞了 当然因着神的怜悯 可拉的后裔 后来保留下来 我们看到诗篇里面 有一些颂赞可拉后裔 就是那些当事者们 作恶的人可能是被灭了 神对这种邪恶严厉的警戒 不仅如此 我们看到后来 约束亚时代也发生了这种事情 那些十二个探子 回来有十个探子抱恶心 摩西时代 摩西时代 抱恶心 以至于以色列百姓 就恢心抱怨 上帝明明应许迦南帝给他们 摩西也吩咐宣讲了神的话 他们打探 这是神让他们去探的 是吧 当然 这个约束亚的时候 神吩咐探的 摩西那个时代 是他们自己要不相信 去看看情况 不相信神的应许 非要去看 看了结果有十个回来抱恶心的 没有信心的人 看什么都是邪恶的 神明明应许了给他们 但是他们不信 所以他们看了 环境事实很恶劣 我们去肯定要完蛋 这些不信的人 他们的眼中永远都是不可能 某种程度他们是聪明人 很懂的人 分析了现实 看到了一些事实 但是他们因为没有信心 所以他们对情报的处理的结果 是恶的 跟神的话冲突的 结果回来 这帮人害得以色列百姓埋怨 在旷野里面又多赚了38年 那一代人都灭掉了 20岁以外的人 剩下来成长起来以后 在约束亚的带领下 尽加难 所以丁友姊妹 那种在百姓当中 传负面的消息 传恶信 乱传话的人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教会里面总有一些错觉 你以为你们挺铁 好像形成了利益的共同体 背后嘟嘟当当的说一些事情 然后谈论某人的时候 谈论得很开心 你以为你们是铁 你们是志同道合的 其实不是这样 你看所有这种情况 都是出于自己自私的利益 不是因为爱你 我们才沟通 都是因为自私的利益 才聚在一起 七七叉叉叉说第三者 结果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你也是他们可能说的对象 所以谈论姊妹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你看电影 你看电视 你看公司里面的电视 你品品 都一样 人是自私的 你不要以为别人在手里说 好像你恨的人 他也在恨 那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我们共同恨一个人 那我们就是朋友 不是那么回事 在民众传闲话的人 一定要小心 那种毒气在传的时候 你吸了那种毒气 你自己中毒 虽然你自己也是 也是在传这种事情的人 在教会里面 制造这种混乱 分钟的人 挖墙脚 背后混泡的人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小心 像躲避瘟疫一样 王呢 他说我不摆在 我恨物 我不沾染 我远离 我不认识那些恶人 就是远离那些恶人 敬畏耶和华 在乎恨物 邪恶 敬畏耶和华 在乎远离罪恶 所以一个人信仰好 不管是与众人和睦相处 一个人信仰好 还要注意 如何躲避邪恶的事情 不管是这个社会 社会上的一些 不好的风流 价值观 要留意 躲避 邪恶的事情 留意 保守自己 远离恶事 我必不容他 这是审判的举动 王必不容忍 这种恶人 在自己的国中 搬弄是非 做假监政 王的责任就是这样 当然这个和教 和这个 现代的王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 王就有这个责任 使恶从民中除去 好 这个国得以稳定 那教会里面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也是这样 清晓的这种互相批评论断 背后传言小事 但是如果造成 恶劣的事情 造成恶劣的影响 使教会产生分裂 或者造成恶劣的影响的时候 这个教会一定要实行惩戒的 在韩国教会史当中 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有的人毁报 某某牧师说 因为那牧师 总是在照顾一个姐妹 因为那个姐妹被 其实这个不是什么好事 教会里面 被和某某人 有了不正当的关系 结果怀孕了 然后牧师一直在辅导 他帮助他 结果你又不能多胎生 然后别人就毁报说 他是跟牧师 怎么怎么地生了孩子 那牧师从来不辩解 继续照顾他 后来辞职 然后就离开 离开不远 也一直照顾那姐妹 最后那个姐妹 其实是喝别人饭煎饮 怀了孕 然后姐妹说是 牧师和牧师省的 牧师也没有辩解 为了保全那个姐妹的名誉等等 然后辞职 离开 后来有一次聚会当中 圣灵强烈的光照那姐妹 这是十年以后了 结果那姐妹 忍不住了 公开悔改说 其实这个孩子不是牧师的 乃是我和某某人的 我当时因为害怕 就不得不就这么做 然后等等认罪了 信徒才知道 原来他们所误会 所甚至拒绝的这个牧师 其实是冤枉的 然后又请他回来等等 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毁谤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誉就毁了 然后给教会造成的严重的这样的情况 当然这个结局是比较好的 那个姐妹也悔改了 牧师也被重新邀请回来 这个事情就这样了 还有一些例子是 制造纷争产生教会分裂 背后到处去串 串来串去 然后忽悠别人 然后赞同一件了 然后造成误解 然后教会分成两派 这样的情况就要处理 私下谈了 警戒提醒了之后 不听的话 要处理那个人 将这个人开出教集 最严厉的 所以造成教会分裂 这是很严重的罪 所以我们想到 大卫的国的治理 基督治理的教会的治理 最终幕后的基督的国 然后中间 这个是对神百姓的爱 六姐 六姐说 为前一姐提供了一个平衡的对比 前面说要除去恶 恨无恶 远离不看 那现在他又提供了一个平衡的对比 王意识到 我也要看到那些 所有那些诚实人 那些行为政治完全的人 王是要看 看不只是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心不在那些恶人身上 我的心不与那些恶人同在 我心也不沉迷于 喜欢享受那些恶言恶语 我恨我 我与他们无关 反而我的心 我要留意 注意 关注 在乎那些敬畏神 行为完全的 正直人 诚实人 大卫 作为王 拥有神的心 恨无罪恶 喜爱公义 王喜悦那些完全人 甚至国中的诚实人 与国中所有的恶人作为 这样的对比 正如上面要求 所有诚实完全人 来通工 作为王嘛 用人的时候 也喜欢用那些诚实人 无论他们的能力如何 无论他们才干如何 如果他们不是诚实的 敬畏神的正直人 王也不会用他们 那在神的国度里面 是这样 在新约里面也一样 新约里面我们看到 长老 执事 牧师 他们任命的时候 他们的品格 很多的时候 好名声 诚实 殷勤 忠心 正直 等等 比起他们的恩赐 更多的是强调品格的素质 单位公司用人的时候 某种程度可以忽视品格 注重才干 他的效益 他能够创收多少 哪怕他人格上缺陷 也重要 虽然现在企业也看重品格 但是一般来说 更多的是在乎功能 你能干出成绩就可以 但是教会不同 教会侍奉的基础是品格 这个人敬不敬为神 成不诚实 因为敬为神 而有没有诚实 这个人 良不良善 忠不忠心 比起他的才干 更多的是品格 所以我们的主 教会的元首 他在呼召人追随他的时候 不管我们过去有多么恶 但是他呼召一个人回转归向他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们成为诚实正直的中心的人 你发现上帝所用的人 有几个特征 一个是诚实 一个是中心 无论是大卫 摩西 你发现旧约的那些先知 没有一个是懒人 偷奸耍滑的那样的人 没有 心缘里面一样 虽然他们某种程度是恶人 罪人 但是他们都是认真诚实生活 对待事情很认真诚实的 雅各好像很狡猾 当然雅各他不是传道人 也不是先知 他只不过是先祖 上帝因着他的恩典拣选他 磨练他 最后让他又变成了一个 甚至给王祝福这样的器皿 但是后来你发现这些仆人们 摩西啊 先知啊 都是这样 而且我刚才也谈到了 上帝呼召这些执事长老监督的时候 比起他们的才干 才干不足上帝可以给 那是上帝的恩赐吗 但是品格这个东西 比起才干品格更重要 大家留意啊 读提摩泰前后书提多书的时候 对于那些设立监督执事的那些 要求的时候 你发现几乎都是品格 善待别人 善于接待客旅的 善于管理家的等等 然后什么道德上品格上没有 有好名声的 不贪财的 不固执的 不暴令的 等等 都是品格的问题 然后有中心的 然后教内有好名声 教内教外有好名声的等等 新缘里面其实也谈到了很多这种警戒那些 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啊 做假见证啊 喘口舌呀 贪婪啊 这些这些恶啊 也提到了很多 然后后面第七节 恨恶罪恶 再次提到啊 七节八节两节当中都是关乎王个人的承诺 他承诺要过正直的生活 同时呢 在三节五节 他要使那些与他不通心远离他的 使那些与他不通心的背后毁谤他的人 远离他的权力的核心 使那些恶人远离他 这个不是靠着社会的 其实社会当中也有一些基本的原理啊 没有一个领袖他用一些这个心里面天天嘀咕自己的 然后这个背后就黑自己的这样的人啊 傻子也不会这么干啊 社会上也是这样 都是用那些既忠心诚实又有才能的 对不对 那教会里虽然不能说这个圈亲是吧 执事长老都是我的七大姑八大姨 都群带关系 但是至少得通心嘛 你我们对意见群众要包容 但是不可能让意见群众做核心通工 你走圣经也找不到这样的 摩西的通工也一样 那虽然摩西的这个哥哥是亚伦嘛 通工那没办法嘛 上帝安排的那样 眼前可用的都那样 大卫用的人都是那些跟随的人 都是忠心跟随他的人 后来也有背叛他的 所以社会组织也好 教会也好 都是这样 至不同 道不 至不同 道不同 不可能 二人若不同心 不能同父一恶吗 这是圣经里说的 两个牛 牛和驴是不可能一块耕地的 因为他俩的步伐 志向性情也不一样 体谅不一样 所以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 同时也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如果两个人不同心 他不可能同心 两个驴和牛 步伐想法都不一样 一个要往东 一个要往西 那个离到底怎么离啊 没办法中地 对不对 做功也一样 上帝给我们预备同工的时候 基本上 让我们见识上是大体上一致的 有同样的同心 对不对 除非我们是一个这个心 怎么说呢 心计特别深的人 那教会里面也没有什么利益 是不是 虽然有些人可能 在教会里面也图些名 那大型教会 我要做个什么长老执事 忍耐 忍辱负重 爬到长老的位置 要做什么 其实长老也不给开工资 没有必要 那可能就是虚名的缘故了 对不对 为了贪图虚名 明明可能某方面不赞同 但是还忍辱负重那样做 最终到了位置 然后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然后把牧师搞走了 然后等等 这样的事情也有 但是不是 除了这种情况 一般的情况下 最起码你要热心服事的话 你最起码你认可 这个教会的信仰告白吗 你要委身这个教会 那你最起码是得认可 认同这个教会的信仰告白吗 你要委身这个教会 你最起码认可 这个教会的治理方式吗 你说我不喜欢 那你去找个喜欢的教会吗 这是最起码的事情吗 对不对 这是很自然的嘛 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特别在韩国美国这样的 换教会就像换衣服一样 换这个午餐一样 对不对 很容易的嘛 但是最起码你觉得要委身 至少信仰上认同 意向上认同 治理上你要认同 对不对 你赞同这个教会的信仰告白 你赞同这个教会的牧师的教导 你也愿意委身 接受这个教会的治理 所以你才签约 加入这个教会嘛 我们加入这个教会之前 都有这个程序的嘛 受洗加入这个教会 委身给基督 我愿意接受 遵守十一奉献 接受这个教导 忠心服侍教会 愿意接受这个教会的治理 我们受洗之前 不都学过这个洗礼问答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受了洗 领受了职分以后 又搞乱七八糟的 那不诚实吗 当时已经签了 已经在神的面前 在教会面前宣示 要忠于教会的治理 所有的努力 就是为了教会的益出现身 然后忠心纳十分之一 为什么受完洗 拿到了职分以后 又不做呢 对不对 所以教会里面 也有些莫名其妙的 这样的事情 这种恶在教会里面 也要除掉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留意 我们里面的恶 我们不要成为那种 传这种不实的信息的人 你要说一句话 你要考虑 你说这句话 是不是在制止恶 防止其他人被迷惑 还是在我说的话 给教会带来更大的混乱和割裂 我说这个话是让弟兄姊妹更爱神 更敬畏神 更好的在教会的牧养 和一下成长 还是让教会变得更加分裂 相信力散乱 我自己不要成为作假见证的人 我也要留意 我听到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 这个大家都有责任的 虽然牧师现在不可能天天去抓贼一样 去抓这样的人 把他挖出来 不至于 新约教会我们基本上是以恩慈 忍耐 包容 祷告 然后实在是产生严重的纷争 分裂 某个人的言行 给教会带来严重问题的时候 我们之前可能会找下私下谈 除此之外 我们为这个人祷告 是吧 忍耐 祷告能解决的 我们尽量就祷告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才会用一些教会 维护教会圣洁和见证的这样的方法 去不得不去采取一些治理的手段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他甚至启示 让那些恶人远离他的权利的核心 不语 反过来那是 邀请那些国中诚实的人 与他同住 二节六节 他拒绝一切不遵循神正直 高标准的那些人 不让他们住在他的家里 八节更可怕 每一早晨 我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 到底实际上真的这么做不做 但至少网友这种心智 要让上帝的选民 神的国 以色列百姓中恶被消失 政治人得以兴盛 恶人被消除 好把一切作孽的 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 那这句话最终实现 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 基督来的时候 那个书善恶人和义人 敬畏神的不敬畏神的 侍奉神不侍奉神的 那些犬类行邪术的 行云烂的杀人的 拜偶像的 并一切喜好谎言和 你看喜好书谎言 编造谎言的都在城外 无份 无份声明书那里 那个书是彻底分开 所以今天的教会 虽然不可能彻底的 这么明显的去把 所有的人分开 但是我们个人要警戒 在教会里面 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有的时候也理解不了 教会里没有什么权利 也没有什么利益 为什么搞呢 这是本性的问题 本性的问题 有些东西不是金钱衡量的 里面有一些心理上的满足 什么拉帮结伙 享受那种 被众人围绕 被人拥戴等等 这也是一种贪心 对权利的一种贪心 然后我们去用言语 去控制别人的时候 用我们的谎言去 忽悠别人听从我们的时候 那种成就感 所以可能涉及不到 什么权利和利益 但是也是有这样的 罪恶的本性在我们里面 会产生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要警戒 这种情况在我们中间出生 然后再也就是最后 最后第八节 君王承诺要公平 这位王进一步要启示 要在他的日常事物中 秉行公益 他要向神掌权的目标挺进 照着神的律法 实行公益和公平去治理 上帝托付给他的国 其中就包括让保护义人 和除灭恶人 让恶人的恶之助 使神的国得以 真的充满了公益和公平 所以他把恶人 和作孽的人都除掉 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城中 没有这些恶人立足之地 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 把一切作孽的 从耶和华的城 耶路撒冷中剪除 分离出去 他终结他们罪恶的行径 这节这个诗篇的内容比较沉重 其实也很现实的 在以色列当时旧约教会当中 作为王 他我们可以大一点想 小一点的是上帝的律法 在这个社会当中实行 所有违背律法的 要除去这种违背律法的行为 维护这个神的国度 按照神的要求 这么公益公平执行 这不管是什么社会治理 和政治的这个手段的问题 那在新约里面 基督的统治 要在这个世上展开 随着福音的扩张 更多人悔改 归入到神的统治之下 基督的统治之下 将来有一天是把 所有不敬畏神的和敬畏神的分开 那今天呢 我们从这个角度更重要 分开那个事情是上帝的事 那今天呢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要留意的 这个本文里面内容 王的那种心态 作为王 治理王的时候 如何履行神的旨意去 消灭罪恶 那从某种意义来说 我们今天新约的百姓 都是具有君尊的祭司 具有君王 先知祭司的职份 所有的圣徒啊 那我们如何去 像王那种态度 我不肯与恶妥协 我里面的恶我要除教 我周边的那些恶 我也远离不沾 避免破坏神的国 那更具体的讲 在教会里面 我不成为制造纷争的 那种传恶言 行鬼诈的 毁谤灵舍的 眼目高傲 心理骄纵的 说谎话的 行鬼诈的 我不成为这样的人 同时我要留意 来教会里面的人 即便跟我关系好不好 等等 来教会的人 不一定所有的人 都诚诚是信上帝 有的时候也 暴露出一些恶言恶行 那我要留意 不要被这样的事情沾染 免得教会里面 这种独教 它会扩张的 培养信心很难 讲一百篇道 让你的信心 能建立起来 不容易 但是一个谎言 一个传言 一个假见证 可能迅速的就膨胀 因为和我们里面 腐败的本性 很容易契合 拉你往天上升难 但是掉下来很容易 这是不需要用力 就想往下掉 往下坠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不是刻意要在教会里面 制造什么恐怖氛围 但是我们一定要留意 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无论是几百人 几千人 几万人 还是几十个人 有人的地方 就有这种事情会发生 我们要留意自己 也要留意这样的事情 不要在我们中间出现 我们背后多说建立人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